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工業上通常用來除鏽或以清洗金屬表面的酸 是哪一種酸 通常他是用那個鹽酸 不過這個當然你就要把它記下來 那為什麼這個金屬除鏽 金屬表面除鏽的話通常用酸 因為我們知道那個金屬氧化物 它是橙碱性的 它如果能夠溶以水的話 它是橙碱性的 所以你金屬被氧化以後的話 它是趨向你橙碱性 那你如果用酸去綜合它的話 酸可以跟金屬鏽起作用 酸可以跟鏽起作用 那你起作用以後的話 那這個鏽它等於是被酸溶解 那被酸溶解的話就容易把它清洗下來 所以除鏽通常用酸就是這個原因 至於呢 比較常用鹽酸 那當然你就要把它記起來 常用鹽酸的話呢 我想大概是 常用 我好像在你看 如果 就是要把它記起來 為什麼它不用消酸 為什麼它不用硫酸 為什麼它不用醋酸 為什麼它不用醋酸 你不用醋酸我們很容易理解 你用醋酸的話呢 那效果不是那麼好 不然用醋酸最好為什麼 因為醋酸它可以吃啊 它造成的那個傷害比較少 我在猜想 你用鹽酸的話 對環境的傷害會比較 比較小 對環境的傷害會比較小 比如說 比如說 它如果 它的形成 綠 綠的話 跟很多金屬形成化物的話 通常是比較沒有 沒有傷害 比如說 綠化鈉 綠化鈉 就死鹽啊 就可以吃啊 那綠化美的話 應該也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傷害 可能是對環境的這個 那個傷害會比較小 這是我猜的啦 不過的話就是說 除鏽通常是用酸來除 這個是沒有錯的 因為那個 金屬氧化物的話呢 它實際上是 剪線的 剪線的 用酸線的物質 去跟它起作用以後 那個鏽才會掉下來 所以這題 答案應該選A